是的 主播可以看見現場火勢非常猛烈 火車伴隨著濃煙不斷竄天 屋內還有一對姐弟受困在內 消防人員或報到場趕忙從失火公寓旁邊的大樓涉水灌救 並且安撫姐弟 北市信義和平東路三段移動五樓公寓 十號清晨發生火警 屋內兩名小孩一度受困火場中 附近民眾發現趕忙報警 姐弟倆在陽台等待救援時 不斷高呼自己父親還在房間裡面 不幸救出時已經全身焦黑 命喪火場 消防人員表示姐弟倆住在五樓 父親則是住在頂樓加蓋 因為兩人火警時有關門 幸運被救出送醫觀察 但由於到醫院時過度驚嚇 目前還無法說出火警的細節 詳細起火原因還要調查 以上最新主播 我是徐國豪 在中視新聞首次坐上主播台 體會到播報新聞所需要的穩健台風 以及掌握突發即時新聞的隨機應變 為觀眾播報最即時的新聞 就是展現專業的時刻 更多新聞請鎖定中視新聞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 aji 小鈴鐺